第37題 37跟38是一個體組 IE利用打點計時器在移動的紙袋上留下清晰的記號 每兩點的時間間隔相同 均為0.1秒如下圖所示 紙袋上的單位都為公分回答第3738題 37題問說如果紙袋是向左移動 打點的視訊是A B C珠 E F G 請問你下列敘述哪一個符合紙袋的運動狀況 選項A 他說在一點之後的速度漸漸減慢一點在這裡 第一個間隔走12第二個間隔也走12 表示他做的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我們知道A選項是錯的他的速度是沒有變化並沒有漸慢 那麼也因此呢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A B C注意前面呢走5走7走9有越走越快 可能是在做等加速度運動 可是一點之後做的是等速度運動所以B選項說 A點到G點全程都做等加速度運動也是錯的 那麼 我們前面既然是越走越快 所以D點的速度呢就不會等於E點的速度 這兩個速度呢就不會一樣 那麼這之後做的是等速度運動 速度是無變的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 D點的順時速度就不會等於F的順時速度 因為F的順時速度就是E的順時速度 那麼這個 前面他前面是越走越快 所以E的速度應該會大於 珠的速度 所以我們知道珠選項呢也是錯的 那麼A錯 B錯 C錯 那麼答案當然呢就應該選擇是C 那麼C點是C的說法是說 C的順時速度呢會等於 B珠之間的平均速度 那麼這些有些同學呢有 知道一些被一些小技巧叫做呢 如果做等加速度運動 那麼平均速度呢就是時間一半的速度 那麼你就知道這個答案是對的 或者呢我們很認真努力呢 去做一些計算 把這個答案算出來呢 我們也會知道這是對的 不過我們有一些比較 可以簡化的方法來了解說 我們應該是會一樣的 我們說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面積代表位移 所以這有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然後這個時間間隔呢都通都是一樣 那麼這個我們的這個大的三角 大的三角形的面積去除以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的平均速度 然後呢我們看到這個時間一半的 這邊的這個速度呢 這個速度呢 那麼這樣算出來這個大的方形的面積 跟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一樣的 因為呢 前面少了這一塊後面多了這一塊 然後這在數學上這兩個三角形會全等 所以就表示說哎我用這一點的 我用這一點的 速度去乘時間 算出來的位移 跟我們的這個 就是剛才的就用這個全部的位移 算出來是一樣大 所以除以時間之後呢 這個平均速度就是一樣大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哎沒有錯 我們這個如果我做等加速度運動 我的平均速度呢 就是時間一半的速度 那麼即使我們的初速是不是0 所以感覺是個T形 那麼也沒有差別因為底下這塊的面積是大家乘出來的結果 是一樣的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只要看上面的三角形呢 就會有一樣的答案了 所以我們就會確定呢 我們的C的選項呢是對的 所以呢第37題呢我們答案要選C C點的順時速度呢等於B租點的平均速度 其中一個 今天就已經算好 在 wyd